最后我们要再带您看到的是这个泰山艺学国中呢 日前参加了这个新北市的科展赛事 拿下了优等的好成绩 而指导老师表示呢 这是一项难能可贵的荣誉 而这也代表了这个学校呢 平时对于学生自我思考跟问题处理的这个能力训练有素 才能够在科展拿下好成绩 日前艺学国中参与新北市科展赛事 获得优等的荣誉 指导老师表示这是难得的成绩 对于比赛项目的发想 都是出自平日对于生活面的观察 让学生从学习当中提出问题 并思考如何处理 我们就是每一个礼拜都会写一个Q题 然后我们就发现问题 那发现问题之后 我就会在上课的时候 就开始来跟他们规划一下 我们到底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那规划的方式的话 就是我们就是进行 每一次就是这样一个解决问题的流程 就是先提出一个 我们可能有的假设 我们可能可以怎么样去着手 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来设计一些的实验 本次参与赛事项目总共分为三组 同学们对于辛苦准备科展 随后获得奖项 表示辛苦没有白费 也希望结果能够让平时的生活变得更好 我们在厨房有时候会看到 妈妈因为放在冰箱里面太久 然后就冷冷的那个蔬菜 就想说丢掉很可惜 所以就想说来找什么方法 可以让它变回像刚买回来那样子新鲜的状态 我就觉得很开心 之前做的努力都有了回报 医学国中平日办学十分严谨 对于学生自我思考 还有问题的处理训练相当的重视 这次能够获得科展 也是平日教学的成果 指导老师表示 希望同学能够再接再厉 为校争光 记者在新庄采访报道